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因为反正我记得你看我老觉得世界上媒体有很大的参与 为什么呢你看这个事的起头就是说海南岛 然后后来就是有人不是在学校门口说校长开房找我搞出这个风波吗 然后打争之后一个星期之内慌慌慌慌慌十几二十起全国各地的这种成年人猥亵儿童 当然从统计上讲确实也有增加的这个态势 就是你看我就说这种风气以至于就先到了你们微信收到没有 我觉得朋友们的微信都在传 我觉得也应该给大家传递一下 就是说孩子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 不准人摸啊不准别人看然后呢小秘密要告诉妈妈家长你要跟孩子保证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要跟家长说实话说真情 家长啊都不会怪罪都不会怪你不是坏事 而且会尽力帮助孩子这个告诉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就是说小孩子有权不跟陌生人说话那谁跟哪个陌生人跟你说话 你可以不理他赶快跑啊然后呢生人敲门不回答不开门啊 小孩对陌生人不理睬是对的大人也不会认为这不礼貌 遇到危险可以打破玻璃可以破坏家具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在发生什么紧急情况或者任何情况的时候他们有权他们可以大叫大嚷大闹咬人提人甚至砸东西啊 再有一个告诉孩子即使他曾经发誓不告诉别人但是呢遇到坏人欺负啊这些秘密一定不能保密就绝不能为坏人保密 哪怕是你跟任何人发了事等等现在大家在这个微信上就传这些东西这就说明这个风声鹤唳啊 嗯你们觉得是突然这么多了呢还是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其实过去几年我看过一些学者做的一些的报告 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偏远不是偏远就成交地区基层社会这几年有很大面积的伦理问题这个伦理问题包括什么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留守儿童 嗯然后有这些剩下来的小孩在农村里面然后一堆老人看着 那村里面其实没有多少大人那么这里面其实人口结构的改变已经带来很多变化 有的时候甚至是发生一家人爸爸如果有的还有一些超生的爸爸哥哥一起搞一搞妹妹啊什么这种事也也也不是也不是罕见的事情 就而有趣的是我看的一些报告都提到这些人参与了一些我们今天会觉得很败坏伦理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本身不太觉得有太大的问题或者说他在犯事的时候他没有觉得那叫经过一个很大的良心挣扎什么 就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腐坏吗 他跟这个就是西方天主教神父玩小孩这个事好像还不一样 对那个是他会内疚他有罪恶感发生的一些冲突是吧 这个好像中国农村里有些老头啊玩这个小男孩 他在那种那种环境下呀乡村的那种伦理环境下好像大家是因为无知呢还是因为什么没什么人说 民俗不同甚至是 我生活的那个那个乡下的那个地方有些东西以城里的标准来看都是就是不对劲的不道德的 比如说那比如说邻居吧那个十几岁的小孩跟他下面的七八岁的小孩都在讲的性的事情 讲的活龙活泻我说你们这什么小孩假懂什么我我那个时候才十几岁也不大懂了 我说你们怎么他就带我看原来他父母跟四个小孩说一张床 每天晚上父母做的那个事情小孩全在的旁观 知道吧就是说而小孩已经十几岁了而且已经说轻了 十二岁已经已经说好了另外一个村的一个女孩子然后他们在田里干活的时候开玩笑的尺度这个碰身体的尺度讲话不去讲他了就直接触摸身体的这个尺度按我们今天来讲那绝对就是性骚扰或者侵犯什么什么比方说这个这个女的怀孕不是怀孕了就是生了小孩以后这个奶水太多衣服就湿了那旁边的小小伙子就去就去碰他 调戏啊什么可是他们大家要嘻嘻哈就这么过去 那就是那里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一部分再教育就觉得这个他们也不觉得这 那现在呢其实我们要讲大一点就是城镇化现在中国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城镇化的过程 这个城镇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农村的人减少了留守了这个问题但一方面是城市的很多道德观念规范通过电视广播 以及人员的流动影响到了这些乡村的地方所以有很多本来无所谓的事情现在是犯罪的那有很多本来是犯罪的事情现在无所谓了比方说男女偷情啊 未婚先运啊本来那个是要郑朱龙的要要进到谈内去的要惩罚的现在又变成可以的 所以这个城乡这个道德大交流不过不过这些我都觉得可以理解 但那个海南那个事情后来怎么样我很好奇我觉得大家很健忘那个海南那个校长后来是怎么样的情况 现在抓起来了吗这个案子还在审呢进入法律程序是强奸还是性骚扰是猥亵 好像这我得查一查这我就不太清楚 就是我我觉得是这个事情有它的好处 它这个事情这么引起大家注意包括温州一个一个女的老师不是把小孩怎么怎么弄 我觉得这种事情一出来以后因为现在电视普及了大家都会猛然发现张大神啊李二嫂啊就会发现哎这事情我们这边也有啊 嗯对不对所以你觉得事情一下子多事情本来就广泛出来了 所以并不是媒体做出来或者是呃也不是媒体故意挖掘而是现在大家多了一张眼睛了嗯 多了一对眼睛看到了一些以前没大流程的就叫脑子里多了一根弦对碰见这种行为这个不对是吧我前些年还看到过宣传一些乡村老师很好嘛就是很苦他住的地方就在教室里他吧那学生来回不方便然后就住在这个教室里那有好多女生就跟这个老师住在一个房间那我们现在今天回头来想这事情也很麻烦啊他虽然是好心他可能还没投诉 但是你想他们在一个房间就好几个女生就跟男老师就这么在乡村小学里就这么住下去以前是作为好人好事歌颂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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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城乡文明的交叉这个是现在有些人也会觉得是好人好事哈哈哈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吗就上海一个国际学校说有一个美籍教师性侵了至少七个男孩女孩男孩 那就甚至是长达很长时间了是被捕了对所以这种行为文道怎么看就不其实是很普遍吗不是中国不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全世界到处我们都都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情只不过我们中国在过去没有像别的国家比如说甚至不像别人像香港这样子这么的关注这个问题会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入议程 比如说我记得前几年香港一开始在电视上曾经播广告在政府拍的广告就专门给小孩看的告诉给小孩听怎么样预防性骚扰 怎么样要分清楚来的这个大人哪怕是亲戚对你是恶意还是善意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 那这个广告刚刚出的时候大家还觉得很很很意外就说哎怎么忽然我们讲这个了但慢慢久了你就觉得这其实是很正常 我想在中国我们是需要真的是需要一次对儿童的一个性教育 这个对儿童的性教育其实是教儿童对于自己性的处理 所谓正确的性教育不是我们今天一谈性教育都戴着一个有色眼镜 但所谓性教育同时包含的是你怎么安全的保护自己 不要让人自己得到被人性侵犯的机会应该包括这个 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对于什么叫性骚扰叫强奸 这些东西也向来有点模糊 我们一概叫淫乱 他用一个形容词我就是对于形容词来用法律通通觉得对不对啊 淫乱罪什么这很奇怪因为因为我常常比如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日常生活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人喝醉了酒啊怎么样对对人的态度 其实在我看来已经很是性骚扰了是是是但是那夜总会里常见但大家好像觉得没什么了不起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也许我们也应该重新严肃的处理 你记不记得前阵子还出了另一件事就深圳有一个挺低沉的一个公务员他们不是一帮人去台湾考察吗你听过这件事没有在台湾闹了事吗跑到原山大饭店 然后在台原山大饭店啊就蒋家的那个饭店啊 然后在那个饭店里头看到一个帅小伙子十七十九岁觉得他长得很帅然后我们这个公务员就起来把他强行拖入厕所预备强奸的 男的吗男的男的强奸男的对对对对 结果在台湾被盼好像在台湾盼来还是再回来我有狗被盼了这种口味 对种口味但他有老婆有孩子在深圳是 但我后来这事我就觉得他平常是什么状态 他跑到台北去原山饭店看到个帅小伙忍不住要要搞他 平常在深圳的时候是对啊 当然我也会想象啊也许说不定到了外头他就放开了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反过是平常说不定也很放开 兄弟之情 但是你知道前一天说我听我听人说台湾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一个人好像还是挺有文化的还是个博士还是个什么呀 就是杀了自己的老婆 然后呢就是好像是制造恐怖事件还是什么 然后就跑了最后你就跑到深圳 跑到深圳是怎么被抓到的呢 就是他跑到深圳呢他还叫这个叫机就俗称叫这个性工作者 而且呢他要玩三批还是四批就玩的时候被抓被抓获 什么人都有啊 不过你刚才讲到儿童教育 我记得一个广告最近前一阵不是很红吗 你记得吧他们说这个广告事件就大人看过去 哦对是一个普通的画面对吧这个人 但是站在小孩的角度看就可以看到危险跟警告 对啊 就是说它是运用视觉的这个这个身高视觉的一个差距 是是不是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我们那那个胡同里啊有这个老太太啊 老太太特别喜欢这个玩这个小男孩的小鸡鸡 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呢 这个是这么有个小小男孩过来 这老太太 他就小鸡鸡 那你说这算生之崇拜 老太太生之崇拜 越越没什么越崇拜 这个好像是个中国传统啊 是啊 小鸡鸡小鸡鸡啊 就是他其实善意的 你不能说这不叫性他 这不叫性 今天的概念说 这个是我一些儿童 所以这里面呢 也有很多很尴尬的地方 有一些最激进的女权主义者 最激进的研究性问题方面 有很激进的学者 他们会认为 我们常常讲骚扰 性骚扰儿童啊 是一种对儿童的性自主的侮辱 他们会认为 卵童不是一个问题 只要那个儿童也自愿的话 真的有这套说法的 台湾就有几个学者主张这个嘛 那这个说法里面呢 他们也 当然我们听起来非常荒谬 小孩也有性的这个权利 就是说 对我们也觉得很荒谬啊 但是问题是他举出了很多历史上 文化上的东西呢 的确是非常暧昧的 就像你刚才举那个例子 就他们常常举说 像这种案件 这种事 他其实不是那么的性 他是围绕着性 但是又跟我们觉得那种性骚扰不一样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就我们人类生活太多这种很暧昧的东西 你怎么去归类呢 你比如说他们这些学者应该是看过金平梅的 就是金平梅里一些小书童 那可是儿童 但是你看在中国古代的小说里 那应该也是真的 就是这种这种园外家的这种生活方式 他就是自然主义的描写 当时的这个社会舆论 好像不会有很大的罪责感 说一个小书童跟园外弄弄了这么一下 就会 《红楼梦》里面也有 《红楼梦》里面也有 那你说贾宝玉和秦忠 这都是小孩嘛 对吧 那好像 小孩搞小孩 没玩儿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像最近南非祖马那个总统 你看一边乡普京在离婚 一边乡祖马他在重婚 这祖马前一阵不是开国际会议 这西方记者就问他 说你觉得你这个多妻制 是他好几个老婆嘛 说你多妻制是个不文明的制度吗 这是不是男女不平等啊 然后你看祖马他就说 他说这说到底啊 是个民族文化的问题 他说这个我认为问题就在于 有一些人总是认为 自己的文化比别人的文化要优越 他说我可以一方面 恪守着男女平等的信念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又采取着我的这个多妻制 所以就有了那个著名的说法 那个记者就问他 说你觉得你对你这几个老婆 真的能够做到完全均等吗 祖马说完全均等 完全均等 难道但我们也总不能说 那么看来我们中国这个园外玩书童啊 小孩玩小孩甲宝玉那种 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文化传统 这个国情值得发扬 所以现在就大家都在发扬 所以这个里边你看他还谈到一种啊 有一些东西是有绝对标准的 但是连这个绝对标准呢 也是在历史当中我们会看到它的 它的演变 比如是在古希腊的时候 西方也没有这个年龄的标准 对吧 好像我甚至 十二三岁就可以了 现在像非洲是吧 就是有些九岁的女孩子 就来月经了 慢慢就是可能很小就能生孩子 你看它存在着微小的差异 但是我们必须说啊 这不妨碍 看来世界上啊是存在绝对的 主流的 你不能不认同的这个文明标准 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没办法 人类文明没办法 现在只能滑洩 你领导干部 这个怎么叫七上八下 你这个少女做爱十四岁 对啊 你看你十三岁 十一个月你就犯法了 对啊 你十四岁过一个月 你说一个人差两个月 难道身心有这么大变化吗 你说实话 你两个人拿过来 一个十三岁的 一个十五岁的 可能那个十三岁比个十五岁 成熟的多 对不对 有可能 但是法律只能这样来滑洩 你否则怎么办 你如果每一个都case by case的话 那永远都滑洩 而且说实在 真的就是说别的事 我挺能理解的 你比如同性恋啊 这个这个我都能 琢磨琢磨都知道怎么舒服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鸾铜这个事 我真不能理解 就说这是过什么瘾啊 我觉得这个真是很 没试过就没发现 变态 就是要知道离子的滋味 就要先变革离子 你在鼓励我什么 但这些也有些兴趣 我们必须承认 可能是我们这辈子 都不会有的兴趣 对 但是我想讲的是 我刚刚说到有什么 你刚刚提到有什么 是绝对的 基本的 普遍的东西呢 我觉得这是权力 就是说你鸾铜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我同意有些学生 他们或许会有理由说 儿童跟性的关系 可以很复杂 不是我们原来说的那么简单 但是当他牵涉权力的时候 怎么办 就比如说像海南岛 那个例子 就比如说牵涉到一个 上级对下级 或者是体力也是个权力 你成年人你为什么 你比小孩更有力气 所以这里面牵涉就是 不是强奸 这个强制是关键 暴力 权力 诱惑或者压迫 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 我觉得这些就是普遍的了 所以当我们在看 这些例子的时候 我其实看到的大部分 不只是他们怎么样侵犯 儿童怎么样 跟他们发生性 重点在侵犯这两次 所谓的侵犯 指的不只是跟儿童 发生性关系 还包括他怎么样利用 自己的位置 利用自己的优势 去逼迫对方 做出自己不愿做的 包括利用自己知识的优势 当然 儿童没有知情权 儿童不知道这个东西 你个成年人 你是知道这个东西的 那你就 对 看不见没的 你们两者之间 就是权力的这种侵犯 是吧 所以问题就来了 就现在我们看到 大部分这些问题 在学校发生 就还是光过去的时候 我们讲那个老问题 就学校里面的权力 是怎么回事 他权力怎么分布 为什么 过去我们是说 这个学校的文化 变成什么样的文化 但其实我们还可以 讨论一下 学校的权力分布 是如何 校长的权力 是不是可以大到 这个程度 老师在一个班级的权力 有没有得到制衡 就是他们的权力 到底有多大 所以现在一到这事 就有人提出这种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些年 算不算是赢了经济 输了道德呢 这些道德的问题 原来都在 不是这几年才发展出来的 我 我很不同意 就是把 这个社会的一些道德的混乱 当然现在是有一些 更加浮夸 那是只是因为 现在条件成熟 他有这个潜意 来做这个事情 但是之前 很多事情都存在了 我们就讲 那个时候 只是你不把它 当作回事 很多人根本就惩罚不了 所以你看 有件事也很有意思 你看中国历史 历代文人的记载 从孔子说 李崩岳坏开始 那真是 没有一代人不说 自己这个当代 是道德败坏的 你注意到没有 任何时候的文人写下来 都是人心不古啊 人心不古 我们比古代的道德 差远了 所以要多多 一代不如一代 多多听听 五讲四美办公室 他们总是说 我们每年的精神文明建设 都有进步 你这样听听 你才有正能量吗 那你这个 完同多讲 这劝什么来什么吗 你这也是一种能量 对啊 不过我是觉得 只要 当今天我们老说 我们的道德底线 被突破 在崩溃 但是只要当有 这么多人这么讲 就表示 其实他没有崩溃 真正的崩溃的意思是说 我们大家都不觉得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